男人端详着身上的新衣服 手套上的按钮让他很好奇 不料下雨 男人竟突然变眼 紧直掉入浴缸中 他起身望向四周 发现一切都显得如此巨大 原来男人名叫斯科特 是一位高智商小偷 而这件特殊的衣服 正是从一处豪宅中盗取而来 现在的他 不知道怎么恢复正常 只能先想办法爬出这个大浴缸 可就在此时 一年不洗澡的室友来到浴缸前 接着打开淋浴头 微小的斯科特自然是跑过水流 很快就被水滑冲出浴缸 摔在浴缸的地板上 然而刚起身 室友的裤腰带就砸了过来 伴随着巨大的冲击力 斯科特被撞入地板的裂隙 在一番撞击下 直接砸穿天花板 落入舞厅的唱片上 在旋转一圈后 又被唱真弹飞在地上 为了不被踩成肉饼 只能在鞋上不停跳跃躲避危险 可下一秒 就被踢进排气管 一路掉到大妈的吸尘器前 历经曲折的他走出门外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可扭头一看 发现一只小米骑 正抚视眈眈的看着自己 吓得连忙往前面的捕水家 好在借助家子的弹力 成功赎口逃生 落到车顶 总算是恢复正常 此时 头盔上传来一个声音 斯科特可销售不起 于是连夜把衣服还了回去 可刚翻出围墙就被FBI所带了 次日 一位名叫皮姆的博士找到他 原来 他就是衣服的创始人 一项钻研科学的他 发明了可以变小的例子 但却被叛徒达伦所盯上 不仅抢占了他的科技公司 而且还研发了一套黄蜂战衣 准备高价卖给不法分子 无奈之下 博士只能找到斯科特 因为那天出色的冒险之旅 认定他就是蚂蚁战俘的最佳人选 于是给出斯科特两个选择 斯科特在一番思索下 为了能出去见到你来 选择和博士合作 此时 他发现地上的蚂蚁 拖着那件衣服来到面前 眨眼间 衣服突然变大数万倍 而此时正好赶上预警巡视 蚂蚁们也摆出倒计时提醒 斯科特急忙站起身来 然后迅速穿好衣服 倒计时还剩四米 他赶紧把头盔戴上 在预警赶到时 刚好变小跑出牢笼 然后从门缝下面钻了出去 按照博士的指引 斯科特来到台阶下 不一会儿 四周数不尽的蚂蚁朝自己爬来 正在疑惑怎么逃跑时 一只体型庞大的飞蚁出现在眼前 接下来在博士的指导下 坐上了飞椅的后背 然而没有飞行经验的她 很快就出现阴击现象 随后眼睛一闭 静止从高空掉了下去 等再次睁开眼时 已经恢复正常 并且面前还站着一位美女 原来她是博士的女儿霍 见她醒来后便离开了 紧接着 斯科特跟随博士来到实验室 博士介绍着衣服的原理 并希望斯科特能凭借职业技术 配合自己偷出叛徒达伦的黄蜂战衣 因为她极度威胁 绝不能被流入市场 而作为回报 她不但可以回到女儿身边 还可以给女儿树立更高的形象 斯科特思索片刻后 答应了下来 为了保证计划顺利进行 必须要做到人一合一 不仅要缩放自如 还要有子弹般的出拳速度 与此同时 达伦在科技公司进行的实验 伴随着仪器的启动 实验台上的小羊瞬间变成迷你羊 男人只是和蚂蚁打了个招呼 就被热情地扑倒 接着 周围的蚂蚁分拥而上 把她团团包裹 直接男人也在想 直接破统而出 原来 男人正在接受特殊训练 因为她身负拯救人类的重任 而和蚂蚁打好配合 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就在不久前 皮姆博士的科技公司 不慎落入坏人达伦手里 并且那引以为傲的粒子技术 也被窃取 甚至在其基础上 还研发出了新的黄蜂战衣 准备高价卖给九头蛇 而一旦战衣大规模 用到武装队伍上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博士找到了天选之人斯科特 希望可以凭借他的职业技术 再配合蚂蚁战俘潜入公司 把黄蜂一道取出来 但如果想要计划顺利 就必须要做到 人和衣服合二为一 不仅要缩放自如 还要有子弹般的触拳速度 除此之外 蚂蚁们的协助也必不可省 随着日复一日的训练 斯科特成功和蚂蚁们混逝 轻松通过意念 对他们进行操控 作为超级英雄 当然要有专属武器采取 博士给了他两种特殊飞镖 红色的可以将物体缩小 而蓝色的可以将物体放大 隔天 斯科特接到博士的第一个任务 去某仓库偷取一个信号干扰器 作用就是行动的时候 能干扰公司里的通讯设备 此时 斯科特乘坐飞翼来到目的地 没想到这里已经变成了复联的基地 斯科特刚一落地 就被巡逻的猎鹰给发现了 于是只能变大表明自己的身份 猎鹰询问他来此的目的 然而猎鹰并不相信他的话 走上前准备抓捕 斯科特见状瞬间变小 对着猎鹰的下巴就是一拳 然后趁机逃走 猎鹰飞向空中 很快就定位到了斯科特 紧接着一个华丽的落地 对着目标镜直踩了上去 还好斯科特反应快 直接飞上了猎鹰的枪口上 一番搏斗后 斯科特找准时机溜进仓库 猎鹰大摇大摆地跟了进去 可下一年 却狼狈地飞了出来 原来斯科特破坏了他的装置 就这样 干扰器被成功带回 如今万事俱备 接着博士给他分析了公司的安保系统 斯科特也找来了以前的作案同点 安排混入公司大楼座内衣 计划正式开始 斯科特带领蚂蚁大军进入下水道 乘坐以船一路前行 最后在蚂蚁的协助下 红卫生间的水龙头进入公司内部 此时 无数的蚂蚁从排气板掉落 然后爬到男人的脖子上 旁边的同伴健壮直接补上一圈 此时祸苦走过了 然后刷卡进入通讯房 把信号干扰器安置好 皮姆博士也受邀来到公司 同来的还有九博士代表 此时的博士还不知道 自己的计划全部在达伦的掌握之中 这个男人正在山洞里漂流 可仔细一看 这分明是在水管里 而他脚下的红色漂流阀 则是一群红蚁凝聚而成 很快 男人便来到了水管尽头 在蚂蚁的协助下 顺利从水龙头溜进公司内部 紧接着 男人带领蚂蚁大军钻进通风口 然后从另一边的天花板落下 而守卫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来临 只见蚂蚁爬上他的肩膀 随后在脖子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一旁填入公司的同伴健壮 上前重重补上几拳 紧接着 霍普赶到刷开大门 成功把干扰器放进通讯室内 另一边 斯科特驾驶飞已来到机房 蚂蚁们井然有序地排好队伍 随着一声令下 所有电子元件瞬间被摧毁 而接下来的目标 则是前往设备室 斯科特指挥着蚂蚁们 在每一个设备上安装炸弹 很快 斯科特来到放置黄空战衣的地方 随后系好安全绳 静止跳了进去 可就在他要拿到战衣的瞬间 突然被人取死 此时 屏外出现了达伦的脸 原来 他早就料到了博士的计划 只是提前设下了圈套 将计就计把蚁人抓住 博士见状不曾劝他收手 可达伦怎么会听 甚至安排手下准备解决掉他 危机时刻 屏子里的斯科特甩出两个蓝镖 然后凭借超能力放倒所有守卫 可博士却不小心中了一枪 此时 达伦拿着衣服跑了出去 很快便来到楼头的直升机上 斯科特一路追赶 不停躲避着子弹 此时中枪的博士拿出手里的钥匙 紧接着 一辆坦克撞破二楼墙壁 直接把周围的守卫都看待 然而下一秒 公司在一声爆炸中被夷为平地 此时 蚁人顺着飞机外围爬了进去 却看见穿上黄蜂战衣的达伦 两人同时变小扭打在一块 随后打进地上的皮箱里 伴随着皮箱的滑落 两个一起掉进了泳池里 关键时刻 斯科特捡起地上的球拍 直接把达伦扇进了聂文灯里 刚想上前查看 却被赶来的警察电晕过去 而达伦也侥幸逃过一命 就在去警局的路上 车里的新闻突然传来案情 而播报的地址正是女儿家里 等斯科特打开时 达伦已经挟持了女儿 斯科特瞬间扔出一发红雕 两人共同变小雕在了玩具桌上 斯科特带领蚂蚁大军发起进攻 但很快就被证脱开 并对他发起激光反击 斯科特不停躲闪着 顺时扔出一发蓝雕 可达伦一个婶婶 落在了蚂蚁身上 接着又是一发 甩在玩具上 变大的火车瞬间冲破房地 警察想趁机带女儿走 却被达伦拦住去路 危急时刻 斯科特启动次元子开关 钻进了黄蜂衣的内部 破坏里面的核心部位 一瞬间 达伦化为分子彻底消失 而斯科特也因此进入量子领域 被无限缩起 然而就在这时 斯科特听到了女儿的呼喊声 于是拼尽全力 将放大标放进装置内 终于 他成功回到现实世界见到了女儿 最后还和博士的女儿 或不成为情侣